月哥说电影专注好电影 大家好,我是月哥 巴西里约的贫民窟 是作被遗忘的上帝之城 更是魔鬼也会叹息着转身的地方 肮脏混乱的街道 充斥着枪支暴力和毒品犯罪 在上帝之城大鱼吃小鱼 生存才是王道 阿炮出生在贫民窟里 身性胆小的他 见证了这里二十多年来的混乱不堪 故事还要从六十年代说起 那是少年三侠的时代 三个少年土匪专门抢劫钱财 年纪轻轻却劣迹斑斑 小豆子和班尼则是少年三侠的跟班 他们心狠手辣,毫无畏惧 一次在小豆子的提议下 众人决定抢劫一家射清旅馆 到地方后,小豆子被吩咐留下来望风 这个安排让他非常不满 等三人进入旅馆后 小豆子开枪打碎玻璃报信 三人瞬间慌了神 他们偷了一辆车准备逃跑 但小豆子却不见了 这时身后传了一连串的枪声 旅馆内的人遭到了血腥的屠杀 慌乱中他们开车撞进了一家小酒馆 然后众人躲到了树林里 蚊虫的声音漆黑的夜晚 树下的枪声以及滑落的水珠 天亮之后三人分道扬镳 少年三侠的命运就此产生分歧 一个回到了教会隐姓埋名 一个被警察击毙 只剩下一个阿呆 他是阿炮的哥哥 阿呆在逃跑时 碰到了正在数钱的小豆子和班尼 于是他抢走了钱 还删了小豆子一耳光 小豆子从小就野心勃勃 心狠手辣 立志要做上帝之城的老大 旅馆杀人案的凶手就是他 少年三侠只不过是他的替罪羊 杀人后他和班尼逃出上帝之城 两人配合抢击财物 很快就发了一笔小财 没想到又被阿呆抢走 小豆子对阿呆早已恨之入骨 于是谎称要把枪接给他防身 然后趁机开枪打死了阿呆 支持少年三侠的时代宣告结束 七十年代阿炮上了学 但他仍然徘徊在正常和堕落的生活之间 和很多情窦初开的男孩一样 他有了心仪的女神安吉丽卡 虽然安吉丽卡有了男友 但阿炮还是心甘情愿的当备胎 小豆子也在杀人抢劫的日子里慢慢长大 他靠着一个狠自立威 不讲道义不论是非 谁不服就杀谁 成了让人闻风上胆的土匪 而班尼一直陪在他左右 形影不离 两人不再满足于抢劫财物 而是决定做毒品生意 做毒品生意需要很多本钱 但小豆子决定不按厂里出牌 他计划着直接杀了毒贩后 再接手他们的生意 18岁生日这天 小豆子找巫师求了一块护身符 从此改名小霸王 第二天小霸王就带着手下 把毒贩们打了个措手不及 到了晚上他几乎吞并了全城的毒品生意 只有一个叫红毛的毒枭逃过一劫 阿炮见证了这场血腥和杀戮 想起哥哥就是被小豆子所杀 他想替哥哥报仇 但他没那个胆 他只想成为一个摄影师 最后在犹豫中战战兢兢的离开了毒窝 小霸王接管了大部分地盘后 逐渐控制了这一地区的毒品交易 他们有安全高效的贩毒网络 花钱雇人跑腿或放哨 警察一来就有人通风报信 后来警察拿了好处也不再找他们麻烦 因为小霸王杀光了所有的竞争对手 除掉了割据势力 上帝之城没有了枪战 毒贩们觉得在这里交易很安全 这让小霸王日进抖金大发横财 安吉利卡和前男友分了手 阿炮开始追求他 晚上一群人在酒吧狂欢 班尼似乎很喜欢安吉利卡 此时小霸王和红毛发生了冲突 原来红毛地盘上有一群专门抢劫的孩子帮 他们招摇过世 明目胀胆 引来了警察的注意影响了毒品交易 小霸王要求红毛管好手下 红毛却认为他是想抢生意 幸好班尼及时调停 才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 然而孩子帮并没有丝毫收敛 又抢劫了一家商店 小霸王决定好好修理他们一顿 一个绰号叫牛排的孩子 要跟着小霸王去凑热闹 一帮孩子正躲在角落里商量大事 觉得应该去抢银行或者贩毒 他们也想学小霸王把别人都干掉 然后快速上位 小霸王找到他们 抓住了两个没来得及逃走的小鬼 随后开枪射穿了两人的脚 他们捂着脚痛得嗷嗷直叫 小霸王让跟来的牛排任选一个杀掉 牛排内心极度挣扎 但他又不敢违抗小霸王的命令 最终他开枪杀死了年龄稍大的孩子 处理完孩子帮的麻烦后 小霸王的微信进一步提高 班尼也俘获了安吉利卡的芳心 而阿炮仍然是个失败的光棍 心里不平衡的他觉得只有犯罪才够酷 才会讨女孩子的欢心 晚上与好友上了一辆公交车 打算抢劫售票员 这个售票员叫奈德 以前当过兵 还是个神射手 他好心的免了一张车票 还鼓励他们好好读书 这样才能离开贫民窟 阿炮觉得他是个好人没有下手 接着抢劫面包店也失败了 因为面包店的女店员不仅长相甜美 还跟阿炮调情 阿炮意识到自己根本就不是犯罪的料 而班尼和小霸王由于意见相左 决定分道扬镳 班尼金盆洗手 决定带着女友安吉利卡归隐田园 班尼的欢送会上大家尽情狂欢 唯独小霸王心情郁闷 班尼是他唯一信任和在乎的人 他劝班尼留下来却被拒绝 随后班尼把一部照相机当作礼物送给了阿炮 小霸王看见后一把将相机夺走 将阿炮推倒在地 班尼很生气和小霸王发生了争执 突然一声枪响 班尼倒在了雪坡中 人群也事处逃善 小霸王跪在班尼的身旁 鸣枪哀嚎 他失去了唯一的朋友 也失去了唯一能管得住他的人 而杀害班尼的凶手正是红毛的手下 他原本是要找小霸王寻仇的 不料却误杀了班尼 没有了班尼的束缚 小霸王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一次在路上偶遇了奈德和他女友后建设起义 劫持两人后 当着奈德的面 强暴并杀害了他女友 完事后小霸王还找到他们家想要灭口 一阵疯狂的扫射之后 打死了奈德的叔叔和弟弟 从此两人就结下了不公待天的仇怨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红毛想趁机拉拢奈德入伙 奈德接过红毛递过来的枪 一个人单枪匹马杀了过去 他打死了小霸王的小弟 小霸王思来想去决定借刀杀人 他任牛排带话给红毛 只要他杀了奈德 小霸王就不再计较他杀了班尼的事 随之奈德就躲在木连后面 牛排健壮杀腿就跑 被抓回来后 他宣称自己抽麻克要杀人放火 是个真正的男人 随后奈德表示愿意入伙 但条件是不准滥杀无辜 后来他便跟着红毛四处抢劫 还在一时抢劫中开枪打死了银行保安 为了报仇 他们找到军火商购买了大量武器装备 双方展开了旷日持久的火拼 贫民窟变得动荡危险 十年光阴一晃而过 然而在贫民窟里 时间仿佛并没有改变什么 阿炮不想担惊受怕 决定离开贫民窟去当一名记者 他去了一家报社 从基层做起 每天负责运送报纸 上帝之城的战火愈演愈烈 双方划分了势力范围 仇恨被逐渐放大 每天都有人为了各种理由加入火拼 而那个叫牛排的小男孩 也在一次火拼中吭尸街头 但不知道还有多少个牛排 正在走上他的道路 奈德蹲在牛排身旁祈祷 却被偷袭受了枪伤 媒体开始报道 警方开始干涉 他们抓走了奈德 后来记者到监狱采访了他 报纸上都有他的照片 小霸王却连自己的名字都找不到 这让他嫉妒不已 他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才是上帝之城的主宰 可小弟们都不会玩相机 于是他派人将阿炮带了过来 一帮土匪抱着枪摆出各种姿势 阿炮帮他们拍了照片 小霸王一高兴就把相机送给了阿炮 还给了他洗照片的钱 阿炮赶回报社 在同事的帮助下洗出了照片 一个女记者看到照片后 顺手就拿走了 当晚阿炮送报纸时 发现自己拍的照片 已经登上了报纸头条 他觉得大难临头 小霸王被曝光后肯定会报复他 第二天阿炮找到偷照片的女记者 和他大吵一架 最终女记者答应付他报首 并希望他能拍更多照片 阿炮犹豫不决 他不敢再回上帝之城过夜 还好女记者收留了他 只是女记者家里只有一张床 于是当晚阿炮献出了自己的第一次 小霸王看到自己上了报纸以后 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感到特别有面子 特意买了一堆报纸 见人就发 为了消灭红毛 小霸王找了军火商 于是小霸王就发扬自己的很辣风格 打算黑下那批货 但他不知道军火商背后的卖家 正是警察 为了保险起见 警察开枪打死了军火商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 小霸王收编了孩子帮 还给他们配了枪 这天小霸王带着大家追赶一只鸡的时候 正好撞上了来贫民窟拍照的阿炮 他担心小霸王会杀了自己 但小霸王只是让他捉住那只鸡 警察赶到后 小霸王一点都不认怂 摆开证事和警察对峙 警察并不想制造麻烦 坐上车后随即离开 小霸王让阿炮为他们拍照 正得意之时 随着一声枪响 红毛带着人马前来复仇 此时奈德已经被救了出来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阿炮则躲在一旁暗动快门 记录着贫民窟里恐怖又残忍的真相 小霸王想要逃走 司机却被奈德打死 一个小男孩也中了枪 奈德一边安慰一边想要救他 而这个小男孩的父亲 真是奈德抢银行时打死的银行保安 接着小男孩从背后开枪杀了奈德 衣裳混战下来双方死伤殆尽 大街上到处都是死尸 警察赶来将幸存的人抓走 小霸王也被塞进了警车 阿炮的直觉告诉他 这里面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绕上小路紧追不舍 一直追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 隔着窗户的缝隙 他气喘吁吁的按下快门 原来警察带着小霸王来到了他藏钱的地方 小霸王把所有的钱都给了警察 然后就被释放 警察走后赶来的孩子帮将小霸王包围 一阵狂轰乱涉后将小霸王打成了马蜂窝 这些孩子们高喊着 上帝之城现在是我们的天下 他们那张稚嫩的脸上写满了兴奋和激动 而阿炮这疯狂的按下快门 记录下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阿炮回到家看着那些照片 口中喃喃自语 这张可以让我拿高清 这张可以让我成名甚至上杂志封面 我不用担心小霸王了 但警察呢 第二天阿炮将小霸王被杀的照片刊登了出来 他也如愿得到了实习记者的机会 而上帝之城新一代的土匪也正在慢慢崛起 仿佛永远没有尽头 上帝之城是2002年上映的一部写实类型犯罪片 在130分钟的电影里 几乎看不到光明 方眼望去 只有枪支和杀戮 犯罪和毒品 好像没人能改变这种现状 直到电影最后 阿炮仅仅是把小霸王被杀的照片放了出来 因为从小目睹一切的他知道 上帝之城已经被遗弃 从60年代到80年代 这片区域仿佛与人间隔离开来 电影就像一幅服饰会 强烈的画面冲击着观众的神迹 而这里发生的一切也都将继续交替循环 电影的结尾 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好像是无解的 至少影片主创们是这么认为的 上帝之城有着他特有的丛林法则 于不合理中寻求合理 就像很多社会体制中的生存法则一样 身处其中的人很难逃脱 若你逃亡野兽会抓住你 若你停留野兽会吃掉你 在这里生存才是第一要物 活着大于一切 而这世界上有些人仅仅为了生存 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之前听过这么一个小故事 孩子说爸爸你骗我 你说这世界尔虞我诈 爸爸说孩子你看不见黑暗 不代表它不存在 而是因为有些人奋不顾身的将黑暗抵挡在外 今天我是那个将黑暗挡在外面的人 但当我老去时 你就只能自己面对了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别忘了关注转发哦 我们下期见